下面一個重點 叫做清潔原理 他怎麼樣把東西弄乾淨的 肥皂或者是一般的清潔劑 都稱為界面活性劑 什麼叫界面活性劑就是 有一個A 有個B A跟B有個交界 他在這個交界的地方做了一些事情 幫助我們完成一些工作 叫做界面活性劑 清潔原理就是我們的清潔劑肥皂的構造 基本上有個大頭還有一個長鏈 大頭的長鏈 不要想像蝌蝌好了 蝌蝌有個大頭 還有一個長長尾巴 那個尾巴是清油的 大頭呢是清水的 意思就是說他喜歡跟水在一起黏在一起 或者喜歡跟油黏在一起 為什麼你就不要管了 為什麼會清油 為什麼會清水 我們國中是不管的 我們只知道大頭會 清水 尾巴會清油 當會會有一些圖有一些動畫 你看到動畫 記得動畫的樣子 你就記得 常戀的會清油 大頭的會清水 OK 然後呢 就是 有一個油污 然後呢 我清油的 就去碰到油 跟油黏在一塊 就跟油在一起了 綁住 然後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 然後呢 上面就清水了 所以清水的看到水 清油的 看到油 然後呢 水就晃一晃 都這樣拍的嘛 某某強物去污粒子 衝過去 拔到那個油污 把它拔起來 打到去污上 就這樣做 OK 我們看一下原理 這兩個動畫基本上是類似的 去污原理 這邊有一個長端的 就是我 叫做清油 大頭的叫做清水 然後有油污跟油脂 然後呢 清油的去抓住油 然後呢 清水的抓住水 然後被水一拉拔起來 拔起來 然後就把它包在裡面 把它包在裡面了 然後水沖一沖呢 就把它沖掉 就達到了所謂的去污的效果 然後所謂的去污的效果 魯狀物 這就是 原理 康軒的動畫也是類似的 我看見你了 北道的去污原理 北道的主要根子 那麽是一個 長端的太極化合物 在一端 連結點內形成的 北道真子的太極長端部分 是清水器官 另一端的點內 是清水器官 在洗激衣物時 北道真子的清流器官 會用入流污中 使用污被許多 不提导的指包圍 而依物分離 並且可唯一考成依物例子 搭上其依物的效果 就跟廣告拍的類似對不對 這個是個會考的問題 他如何把東西擠乾淨 有些問題很蠢 他說是不是清油的跟水在一起 廢話嘛 但是清少跟水在一起嘛 但是 看他怎麽問 這是個喜歡問的問題 要知道怎麽去 達到區污的效果 那麼我們就個比較 我們說過 合成清潔劑有硬性跟軟性的差別 第一個 肥皂溶於水是鹼性的 我們曾經提過 那麼合成清潔劑溶於水是中性 中性 我們前面說過那個絲 會融在結裡面對不對 所以 那種 肥皂是不適合用來洗 動物性纖維的 如果你把一個你的蠶絲做的手帕 泡在肥皂水裡面 你在拿起來會一個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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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纖維會斷掉 會被溶掉會斷掉 可是呢 合成清潔劑都可以用 合成清潔劑都可以用 所以當初合成清潔劑剛發明的時候 就說我叫做非肥皂 說我不是肥皂 可是我比肥皂更好用 我比肥皂更好用 我都能夠洗啊 我都能夠用 蠻很好用 適用的水質 肥皂不能夠用於硬水 硬水就是含有鈣銘離子的水 叫硬水 然後呢 也不能夠鹽水 我們前面講過 肥皂不容易飽和 是鹽水 所以不行 那麼硬性的 都可以用 好吧 就想過吧 他比肥皂更好用對不對 這樣很好用 那麼 現在 我們開始有人在做一些肥皂絲啊 賣肥皂絲來做洗 那 為什麼這種肥皂的產品又開始重新流行 原因 現在我們家用的是什麼水 自來水 所以會不會有所謂的硬水的問題 沒有 第二個 你會把純牙貓的衣服 丟到洗衣服那邊拉拉洗 不會嘛 那都是拿去乾洗對不對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 肥皂又比較環保 為什麼呢 肥皂這個東西是可以被生物分解的 可是硬性清潔劑是不行的 生物不太會分解 所以會造成水污染的問題 軟性清潔劑是可以的 所以現在那裡有什麼清潔劑 軟性清潔劑 它比較容易被生物分解 但它依然是所謂的石油化學工業的產物 那肥皂感覺比較天然啊對不對 就是油啊 跟鹼物質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會有人流行說 我用肥皂絲來洗幹嘛 因為它感覺比較怎樣 環保 原料很天然 產品也很容易被生物分解 也很環保 所以我不用這樣 這個結果請你記下來 尤其是什麼不能夠用在硬水啊 不能用在硬水啊 容易是鹼性啊 這個事情是比較容易會問到 還有那個能不能被分解啊 所以上面的東西呢 請你記住 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 肥皂跟清潔劑的比較 重點是 前面講的那個去污原理 那個是一個重點 OK 這個比較也算是一個重點 可以嗎 可以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